查清松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地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 这里是中国西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基地 查清松多是藏语 意思是两河交汇的三叉口 发源于麻贡嘎冰川的麻区河贯川全域 在麻荣乡境内和昌区河相遇 最后汇入金沙江 两条河流经的区域大约1400平方公里 这个地区就是查清松多 这里有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 湿地 水滋润着广阔的土地 赤麻鸭已经感受到了河流的温暖 六月 繁花四景 白草丰茂 丰富多彩的花朵吸引了蜜蜂蝴蝶和各种兽粉昆虫 这是属于植物和昆虫的好时节 肥美的青草遍布山野 汉塔们也开始了一年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他们都想第一个尝到青草的美味 七月 查清松多的雨季来临 雨水带来生命 小幼苗抓住时机努力生长 野猪家族陆续走出森林 这是属于小野猪们的欢乐时光 八月 是白淳路疯狂觅食的时间 他们前往海拔五千米处 这里有最好的草场 没有其他动物打扰 九月 灌丛和落叶林 卡价 山林深处 茶青松多也即将按下暂停键 等待来年春暖花开 在茶青松多 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每一株植物也都找到了自己的归属 它们掌握时节暗藏的机会 休养生息 七月 白马鸡家族多了新成员 三只小白马鸡刚出生不久 调节体温的能力还很差 只有紧跟在父母的身边 才能在父母温暖的怀抱和守护下成长 跟父母相比 它们有些丑 完全没有父母光鲜亮丽的模样 而这种丑陋的颜色 却是一种很好的保护色 在低矮的灌丛边活动 它们很难被发现 因此 在它们的成长期间 整个家族会选择在有高大桥木和低矮灌丛的区域觅食 当危险来临时 成鸟会飞上树 而小鸟们就会躲进灌丛 小白马鸡在学着家人的模样寻找食物 嫩叶 花精 散落的种子 这些看上去都是美味 但爸爸妈妈知道它们需要吃什么 在体重达到200克之前 小白马鸡的主食都是这些虫子 几乎所有质类雏鸟的生长和羽毛发育 都需要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白马鸡的食性十分有趣 它们年幼的时候 吃小昆虫和节肢动物 是个不折不扣的肉食主义者 而长大后 它们就开始吃素了 这些成年的白马鸡不吃虫子 但它们尽可能地帮助小白马鸡 找到更多的食物 这是家族共同的职责 8月 小白马鸡已经出生30多天了 它们羽毛的颜色开始发生变化 这个时期 它们需要不断地进食 为羽毛颜色的转换提供营养 到了9月 在群体里几乎很难辨认出小白马鸡了 它们和身边的家人已经十分相似 不过 它们头顶的羽毛还是灰色的 像是戴了一个小毡帽 眼睛周围的颜色 还没有长出父母那样的胭脂红 耳边也没有长出标志性的耳语 熊鸡脚上的巨也没有开始发育 或许是证明自己已经长大 它们开始尝试从肉食主义者 往素食者转变 长到成年 它们还需要一年的时间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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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两只五个月大的赤壶 正是好动的年纪 高原上温暖的阳光 让他们看起来很惬意 即使是玩耍 他们也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性 任何危险的动静 都躲不过他们敏锐的听觉和嗅觉 狐狸一家住在松林后面的小罐丛里 这是一个环境优雅 安全系数极高的住所 妈妈带回的食物是最好的训练工具 小赤狐用实力来决定进食的顺序 争斗能帮助小赤狐们磨练捕食技能 九月 高原开始有了一些凉意 赤狐妈妈在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储备食物 不怀好意的邻居虎视眈眈 大嘴乌鸦是高原上最精明的小偷 他们能记住这片地域的细小变化 将隐藏其中的食物找到 不想自己的储备粮成为他们的口粮 赤狐需要清理掉自己留下的痕迹 小狐狐狮开始尝试外出捕食 积累更多的狩猎经验 为未来独立生活打下基础 小赤狐六个月大了 这段时期他们将陆续离家 开始独立生活 没有积累 那一家的重复 直接工态 做好 邻居虎 穴 竞语 неп专门 蟷狐 竞语 竞语 如果你 我 애들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加倍抢占的这件事情上 没有出现激烈的争斗 只有面对现实的无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突鹿 人们也叫它作山雕 这是一个匪气十足的名字 在高原上 乌鸦对食物具有敏锐的发现力 它们总是最先找到食物 先到先得 在这里显然行不通 体型上的差距让乌鸦不得不退出 在乌鸦的眼里 突鹿就是一群强大的土匪 它们只能这样沮丧地看着 突鹿几乎没有天敌 它们是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 一群整天与腐肉和尸体打交道的高原猛禽 面对食物 突鹿的面部和脖子变得鲜红 身上匪气再次得到充分的展现 不是面对大餐的兴奋 而是对同类的一种警告 不要靠近 在轰墙中退出的突鹿 身体的红色会逐渐消失 它们只有退在一旁 等待实力强大的先吃 一只成年突鹿 能在一分钟内吞下约一公斤肉 这样的进食速度十分惊人 为了保持这样的速度 它们只能大块吃肉 因此食物不会被它们吃得干干净净 于是 一直在旁边守候的乌鸦就有了机会 突鹿吃剩下的 也足够填饱鸦的肚子了 它们吞食腐肉的过程 看起来很残忍 但却是在做这一项 让自然界清洁起来的工作 死亡动物的尸体 如果没能及时被这些食肉动物消化掉 将成为潜在的传染源 突鹿是如何做到既填饱肚子 又不被传染的呢 这是因为它们的肠胃有消毒作用 但是在着食腐肉时 它们的秃顶和翅膀也会粘上细菌 这是它们无法清理的部位 吃饱后晒太阳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步骤 高原强烈的紫外线 是它们的消毒神器 但光突的头顶和脖子 是很容易被晒伤的 突鹿总有自己的方式来避免 利用牙壁也是突鹿的一种方式 这里既有阳光又有些阴凉 并且这样的地方有助于起飞 突鹿是大型猛禽 它们的体重达五至八千克 它如果想飞的话 必须找个斜坡跳着走上去 这种夸张的动作 往往要重复多次 直到助跑成功 展翅飞翔起来 一旦起飞成功 它们就能在海拔六千五百米的高空 毫不费力地翱翔 竹在天空 除了天空和水 蓝色是自然界里比较少见的色彩 而在高原 有很多的花都拥有这样的颜色 我们就在这种颜色 上海拔四千克 在冲上这里 我们在这种颜色 但是我们在这种颜色 在冲上 现象里面的高原 参加了一种颜色 以后 我们在这种颜色 然后我们在这种颜色 这种颜色 我们在这种颜色 在这种颜色 这是一种像蓝绸缎一样 在阳光下散发出奇妙光芒的花 它们大多分布在海拔三千到五千米的高寒区 在全世界仅有四十九种 而中国境内就有三十八种 因此它有了一个很美的名字 东方美人 这就是绿绒蒿 虽然有东方美人的美誉 但绿绒蒿有点可怕 其中多次绿绒蒿的拉丁学名里 就有可怕的意思 而从外表看 浑身都长满了可怕的硬刺 对于鲜艳而又美丽的绿绒蒿来说 不想被食草动物吃掉 就得多长点刺 在高原这样的环境里生长 本身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强烈的紫外线 是植物在高原上生存的一大挑战 紫外线能破坏植物的染色体 进而破坏它们的整个代谢反应 为了适应这种严峻的生活环境 高山植物必须要积累更多的花青素 来抵御紫外线 为自己穿上一件鲜艳而又引人注目的防晒衣 但它们需要吸引的不是人类 高原上传粉昆虫使稀缺资源 周身布满绒毛的雄蜂 在蜂类昆虫里算得上是个大鸽子 它具有旺盛的采集力 能抵抗恶劣的环境 雄蜂是少数能到达 海拔四千米以上区域的昆虫 雄蜂对蓝色具有特别的偏好 绿绒蒿艳丽的外表正好吸引了它们 绿绒蒿一生只开一次花 生长也极其缓慢 在开花前的头几年 都只长叶子 把光合作用积累的能量储存在根里 结衣缩时 用尽全部力气 只为一次绽放 等到花朵完成结果洒种的使命后 HouFE 绿绿蒿堂 绿蒿蒿就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静静雕翻 在高原上 几乎每一朵绿蓉蒿 都是生命的绝唱 五月 视察青松多湿地开始悄然变化的时候 溪水浸润着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湿地里的生灵逐渐焕发出勃勃生机 当溪水的温度上升到十度以上 潜伏在水下的水毛根 感觉到了水温的变化 它探出了花孤朵 水毛根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水下 只有在繁殖际才将花朵伸出水面 这是为了方便昆虫传粉 水毛根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 它们已经在很多水系中消失 在未被污染的高原湿地 还能寻找到它们的踪迹 因此它们也被称为高原仙子 在高原湿地还有一种鸟也拥有着这样的殊荣 它们不喝不洁净的水 居住在人际罕至的高原之上 它们就是黑井鹤 世界上唯一的高原鹤类 黑井鹤别名藏鹤 是中国特有的珍稀琴类 黑白分明的雨色 在一望无际的湿地总是显得突出 特有的黑脖子是确定其身份的主要标志 也是它们名字的由来 高原湿地为黑井鹤提供了繁衍生息之地 这是黑井鹤年复一年返回旧地的主要原因 5月是黑井鹤陆续抵达的时间 这对黑井鹤已经是老夫老妻了 它们一旦结成对 一生几乎不会分开 偏然起舞是求爱的古老仪式 是爱情长久保鲜的秘诀 它们拿捏得十分到位 黑井鹤是杂实性的鸟类 但以植物为主 植物的精、叶、根 都是它们的食谱 在这里 它们可以尽情地享受着高原馈赠的丰富美食 9月 水毛根结束它们的繁殖期 它们将陆续沉入水底 开始漫长的水下生活 黑井鹤也开启了南下越冬之旅 高原湿地将进入一个冰雪的世界 静后来年 水暖花开 后鸟归来 水暖花开 四月下旬 潘塔家族结束冬眠 陆续走出洞瘤 长达半年的冬眠 已经让它们的体重减少了一半 它们要抓紧时间 多吃 少动 长肉 土肥源是汉塔家族的标配 以肥为美 能让它们的家族在这个高原长存 汉塔总是和自己的家人 甚至和整个家族生活在一起 在这片河谷地带生活着三十多只汉塔 现在 草原上的食物充足 它们的一日三餐很容易得到满足 含水量大的多只植物 富含营养的精、叶 都是汉塔喜欢的食物 它们吃起来就像一台割草鸡 一只成年汉塔 每天会吃掉约五公斤的食物 几乎和它的体重一样 外出觅食时 家族里会有一位保持警戒的哨兵 由于脖子很短 只有站立才能看到远处的敌人 附近有太多的捕食者 在这些邻居的眼里 它们的体型足够饱餐一顿 口哨、打尾巴、窃窃私语 都是提醒同类有危险 当然 也不是所有的邻居都有威胁 牦牛就属于无害的那一种 中午是汉塔们的休息时间 有石头的高地是他们最喜欢的午休场地 阳光玉是汉塔的养生之道 休息够了 他们就会找点乐子 活动活动 当一只汉塔翻滚在地 表示胜利者已经产生 意外闯入的邻居加入了这场比赛 于是单打独斗变成了群殴 这样的打斗并不会伤害同伴 这更像是一种友善的社交方式 由于生活在海拔四千米左右 汉塔们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十月 夏季才刚刚结束 这里的气温很快就会低于十度 这是它们即将冬眠的信号 未来的六个多月里 它们将不再进食和饮水 足够的脂肪是冬眠的能量来源 夏季的早晨 是高原上一天中最具活力的时候 所有生灵迎来了一天中生长的开始 这些幼崽都刚出生不久 夏天是它们一年中成长的关键季节 把孩子的出生日期选择在食物充足的夏季 是大多数动物的本能和智慧 这是一个五口之家 有父母和三个孩子 正是贪玩的年纪 小汉塔们到处疯跑 这是考验汉塔妈妈的时候 她还不能完全辨认自己的孩子 这不是寻常的亲密行为 而是汉塔妈妈在确认孩子们身上的气味 小汉塔们还没长出标志性的大门牙 它们很喜欢娇嫩的花朵 在未来的四个月内 它们的体重必须要增加三倍 存够脂肪才能安全跃动 花朵的口感很好 但不能满足增加体重的营养 这让妈妈很担心 大多数时间 小汉塔们都在玩耍 而这样的玩耍 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汉塔不以出生时间的先后顺序 来确定兄弟姐妹的牌位 在争斗过程中 体现出来的实力 才是决定牌位的标准 所以它们总是这样 没完没了的争斗 旁观者很聪明 观战可以学习 还能保存实力 他永远是车轮战里 最后一个上场的选手 激烈的争斗 引起这只小汉塔的注意 他甚至想参与其中 对于牌位争斗 只是家事 外来者参与就很不合适了 一致对外 似乎是大多数哺乳动物的天性 汉塔妈妈从不担心孩子们打斗 她只担心孩子们的安全 这是警报 是让孩子们赶紧进洞的空袭警报 地洞里的家是唯一安全的地方 十月 天气开始变得越来越寒冷 食物所含的营养越来越少 小汉塔们不再贪玩 加快了进食的步伐 只有存储了足够多脂肪的小汉塔 才能顺利度过食物匮乏的冬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盐阳 一种特立独行的动物 他们在峭壁上自由奔跑的身影 就像是峭壁上的舞者 其实在一天中的大多数时候 盐阳的活动跟悬崖峭壁无关 每天他们要花将近二十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觅食 他们的食物 薅草 台草 针毛 等高山荒漠之物 都是生长在海拔四千米左右的平坦地带 但是悬崖峭壁却是他们每天必须要去的地方 在自然界中 猴子是毋庸置疑的攀缘高手 眼前的峭壁让猴妈妈都觉得危险 盐阳组团来到峭壁 他们的目的地在悬崖的中部 距离地面有二十多米 从下往上攀缘 几乎不可能 盐阳很聪明 他们绕行到悬崖的中上部 开始向下行走 峭壁上 到处都是松动的岩石和土块 稍有不慎将会粉身碎骨 盐阳每天都要进行这样冒险的行为 目的是为了获取盐分 峭壁的岩石和土块里 含有它们新陈代谢不可缺少的物质 高原上有盐分的地方很多 需要盐分的动物们可以轻松获取 但在这些地方很难见到盐阳的身影 盐阳生性胆小 也不愿意跟其他动物争强 而悬崖峭壁上 其他需要舔盐的动物根本没有能力上去 盐阳可以独享悬崖上的盐分 在峭壁上行走 需要的不仅仅是能力和勇气 进化的作用 让盐阳的蹄子可以征服陡峭的山崖 它们的蹄子能够像钉子一样 把自己卯在山岩的缝隙上 并且它们擅长调整自己的重心 就是这样也不会摔下去 显峭的岩壁 在盐阳看来 就像平直的大马路一样 它们游走其间 有恃无恐 在这里 盐阳只有同伴 没有对手 盐阳的岩壁 每年的八九月间 冲壁都会上山采挖狼犊草 阿娇里边唱过嘛 西安哥的整理都 我们上厨人说 阿娇里边长得好看 但是不好玩 在高原 狼犊草优雅的花树 总能吸引更多目光 狼犊草 这是一个听名字 就知道不是善类的植物 这个藏语叫阿娇里叫 汉语的话 毒草的意思 牛羊都不吃的 有轻微的毒性 狼毒草 全身都含有香豆素类毒素 是一种让牧民闻之色变的植物 是一种让牧民闻之色变的植物 狼毒草出现的草场 大多是牧场退化严重的地区 牧草稀少 牛羊为了果腹 不小心误食狼毒草 就会有生命危险 牧民并不希望 它们在草原盛开 但这样的毒草 却并非一无是处 冲八 甘孜州一名传统藏旨造纸艺人 这个叫狼毒草 我做藏旨的原料 我们把它利用起来造藏旨 现在又海的草 盐起来又用的草了 狼毒草的根莖 含有丰富的韧皮纤维 这是一种很好的造纸原料 狼毒纸是藏族地区 长期使用的一种粗纸 它的制作记忆 已经在藏地传承了千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族地区 现在很多人的话 印经书 无法加花花 很多人很喜欢 这个藏旨可以做 爪式品 带笼 很多很多的可以做 它的甜点就是 它会久长千年不坏 这些经过十几道工序 制作出来的纸 其中一部分 会被送往藏区各个印经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族地区 那些团队有些贤士 就是外国家的贤士 贤士 我自己在纸 还可以说 一些这样的文字 大家能看守 我们学生 一年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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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学生 学生 我学生 今天,用狼独草造纸的技术 已经作为藏族造纸记忆的一部分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白色被藏族人认为是吉祥的象征 而拥有白色羽毛的白马鸡 则被他们视为山神的宠物 这里是中国青藏高原 海拔三千至四千米的森林地带 有近半年时间都被冰雪覆盖 中国特产鸟类白马鸡就生活在这里 它们雪白的羽毛在这个环境里就是很好的保护色 森林为它们提供了食物 隐蔽、生育和生存的一切条件 白马鸡擅跑不擅飞 大多数时候都在地面取食 有时也会前往树梢 找寻鲜嫩的叶芽 偶尔的飞翔是它们的逃生技能之一 栖身在高大桥木上 能帮它们躲避狐狸和狼等天敌的危害 出于安全考虑 白马鸡家族倾向于成群活动 它们是鸟类社会中组织形式最复杂的类群之一 这个群体组织严明、等级森严 这是一只领头的熊鸡 它会优先进食或占据比较好的位置 白马鸡、雌雄外表十分相似 雄性白马鸡的后肤质上会长一个硬刺 叫锯 在雌性白马鸡眼中 这是一个非常性感的特征 因为锯的长度能充分显示 雄性的战斗力和繁殖能力 虽然它们在群体里地位较高 但也有无私的一面 会分享食物 共同养育孩子 偶尔打斗 却不会残杀同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荒野逐渐变得精美异常 植物开花的目的是为了繁育后代 而吸引和取悉更多的昆虫协助传粉 是繁育过程中最有效的方式 为此各种花卖就有了自己的手段 柳兰的花朵有着独特的气味 绿绒蒿则是绽放出鲜艳的颜色 所有的花卖都以自己的方式来满足昆虫们独特的喜好 开白色小花的草玉并不起眼 要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草玉莓必须要与众不同 为了吸引昆虫 草玉莓让自己长到了一百二十五厘米 这样的身高在高原花卉中十分少见 大多数高原花卉为了减少生长所需的能量消耗 会将自己矮化 将能量积累下来用来绽放花朵 对于草玉莓来说 长高却是为了减少能量消耗 它们的花梗纤长 可以将花朵伸向离太阳最近的位置 借助阳光的温度 让花朵内保持比外部略高的温度 温度的提高能将花香传递得更远 吸引在一旁榴莲的传粉者 为了保持温度 草玉莓还需要不断调整花的方向 追逐太阳的光芒 这一切的努力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回报 营类昆虫 喜欢在温暖又带着花香的地方逗留 为了吸引它们 草玉莓发挥出集体的智慧 它们总是连片地开成花海 让更多的营类昆虫为它们传粉 当所有的努力换取到繁殖机会时 有少部分草玉莓却选择了放弃 这是一些很敏感的草玉莓 它们感觉到 今年的环境与往年的繁殖环境有所不同 它们的花朵就会发生变异 不再吸引昆虫兽粉进行繁殖 也不参与追日行动 它们的花瓣 从五瓣分裂成三十至五十瓣 雄瓣都退化成花瓣 花瓣颜色也从白色变成了绿色 放弃繁殖 通过对自己基因的改变 这些草玉莓诠释了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 草玉莓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待来年 它们将再次追逐太阳绚丽绽绽放